我也撥過他爸爸的比賽 今年的選秀狀元雷蒙恩 這邊選秀狀元雷蒙恩 也來到球場上 第一次的出手是靠著中距離 要來嘗試看看結果沒有投進 今年中慶特攻的小洋將這個位置 其實是蠻競爭的 畢竟阿巴基敵隊之後 他們就是要利用這種夏季聯賽 大師賽來磨練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一個適合的小洋將 他的強化的上半身 然後利用 最後是雷蒙恩 教訓的學長 在UBA當中靠著人來風 就是在外線及速度方面是他的強項 是 剛剛利用一個簡單的突破 個人表現的企圖性是非常強 是 在這邊稍一搶起N1 雷蒙恩 再來一個 他必須要趕快適應整個球隊的風格 是 而且他的位置可能 新球季也會跟楊將做一個對位 嗯 加法也進追平了 這邊把節奏慢下來 雷蒙恩 籃下已經卡到位置一個mismatch 比賽三分球也只出手一次 還沒有展現出他的外線 進去裡面的轉身 雷蒙恩的撞人犯規 順利的守住 我們再來看一下前面這一波 身體的碰撞啊 直直的倒地 張甘育這邊拉單邊 但腳步沒有辦法踩過去 雷蒙恩 拉高弧度 有 再以整個節奏來看 雷蒙恩 踩腳步 這邊走 按下三 Nice pass 現在重新回到球場上 結果一上來就是一個失誤收場 戰神的快攻雷蒙恩 這邊踩腳步過來 差一點點要扣了 差一點點面子 上籃得分 他應該也猜到隊友會放槍了 哇 這邊又是直接彈起來的火鍋 狀元伸手啊 碰碰 老將 一帶四 其實從戰神今年的補強看得出 唉唷 這一顆是三分球喔 金瑤轉來轉去 籃板球 雷蒙恩跳很高 把球給拿下來 你發現雷蒙恩的存在感非常高 嗯 滿場悲奔啊 好 可以全秀 張根育力到短 雷蒙恩 完全是扛不住啊 台北台信戰神在第三屆大師賽 面對新北中信特攻 101比76 結束了今年在大師賽的 準備解釋 石頭 極 確定